这道考题是一个关于天空变动的题主 那因为运用的观念知识比较多 所以整体的难度 不管是多选题的完全正确率 或者是单选题的答对率 都是相当低的 算是比较有难度的考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46题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判读拍摄日期 拍摄日期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用月亮的圆缺 可以判断农历的大致日期 但是初四是属于月初的每月 而如果是26的话 则是属于月底 接近硕的残月 那怎么分辨这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日期 那看到类似的梅形月呢 我们可以透过几个方法 第一个是从题目告诉我们 是傍晚看到这样的梅形月 那概念上就是你可以大致 画一个地球月亮太阳的关系 那假设这个我们从北极上空府看好了 然后这个是地球 然后呢 太阳在这个方向 很远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把阳光大致视为平行光 这样照射过来 那月球如果刚好位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沿线上 那这天我们就会看到月亮整个背光的一侧 所以这一天是所谓的硕或星月 也是初一 然后月亮跟地球自转的方向 公转的方向都是一样 都是以逆时针方向的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看到梅形月呢 就是当月亮地球太阳 夹角以地球为中心 夹角不到90度的时候 那我们看过来的月像会呈现 因为月亮有这一半面是亮的 这半面是暗的 那我们会看到的部分是跟我们相对的这一半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暗的多 亮的少 那这样就是一个梅形月 这样是一个梅形月 那如果今天大概是初三初四左右 月亮会在这里 那如果月亮继续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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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到这个角度 一样会呈现我们看到的是亮多 亮少暗多的梅形月 但是这时候大概是农历26号 接近月底了 好 这时候就是禅月 那这两个月亮虽然看起来形状类似 都是弯弯的月亮 都是暗的多 亮的少 但是它出现在天空的时间 会有差别的 那通常我们会以太阳为基准 然后在地球上找到观察者所在位置代表的时刻 比如说正对太阳 这个是正午12点 然后如果是逆时中暑 这个就是18点 也是傍晚的时候 那这个是24点 或讲零点 那这个是清晨的6点 所以我们如果观察者现在是黄昏傍晚的时刻 然后从地表这边画一个地平线 你会发现初四的月亮 在黄昏会出现在地平线以上的天空 但是这个时间如果月亮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看不见是在地平线下 如果要看见月亮在26号 也是一个眉形的形状 观察者必须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清晨 在清晨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这样讲 晚上12点以前 上半月 上半夜 可以看到这个眉形月亮 那就是属于所谓的眉月 所以我们题目是傍晚的时刻 所以这应该是初四 月初的眉月 我们才可能在傍晚看见它 那如果是26号 傍晚是看不见月亮的 要在清晨左右 下半夜才看得到 好 这是有关于AB的判读方法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A 再来第二个是考 关于这些天体和地球距的比较 那我们知道月亮是我们的卫星 所以离我们最近这两个选项 这个是没有差异的 然后再来就比较金星跟木星 木星是类木行星 金星是类地行星 那类木跟类地 而言 类地行星相对离我们很近 不到一个天文单位的距离差异 而类木行星离的就远的多 超过好几个天文单位 所以 这个关于太阳系 这个关于太阳系 类地 类木行星 距离的概念 这一题就运用到了 所以如果按照我们对 类地 类木行星 卫星的理解 那我们就可以判读 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 再来要比较的是 月亮在途中的移动方向 所谓的移动方向 其实是地球自转造成的结果 那这个选项就必须要用一点 基本的周日运动概念 首先题目告诉我们 这个题目是往西方天空去看的 所以我们大致标示一个西方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判读出来 右手边应该是朝向北方 而左手边则是朝向南方 那对台北而言 对北半球来说的话 那我们地球自转轴 地球自转轴 应该指向两头 一个是朝向天北极 北极星的方向 那它会朝向北方 而这个阳角就是我们当地的维度 台北市的维度大概是北纬25度 那另外一头会指向天球南极 是朝着南方的 那这跟自转轴 在地球自转过程当中 所有天体看起来都会绕着 这根轴来运转 所以它移动轨迹会跟这个轴 互相垂直 不只是月亮 金星 木星在同一天晚上 也都会有这样的变动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技巧 就可以判读出来 它会朝右下方 朝右下方来运动 那这就是46题的解题方法 我们就找到题目所要求 我们做的三个正确的选项 但是下面这一题就不同了 47题问的不是同一天晚上 而是在一天后 抱歉 这边没有涂到了 一天后的同一时刻 在同地点进行观察 那哪一个现象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第一个概念是 地球本身除了自转 会绕太阳公转 所以比较遥远的天体 譬如像恒星 或者是离我们比较远的行星 在一天下来 如果考虑周年运动 就是地球一年会绕太阳一圈 造成的变动 因为我们地球的周年运动 一天大概会偏 绕太阳转一度 所以所有的遥远天体 基本上在一天当中 我们会发现 它会稀偏一度 向稀偏一度 那一个月大概偏三十度 一年下来就回到原状了 这是所谓的周年运动的概念 所以概念上就是 经过一天后 经过一天后 比较遥远的天体 都会有这样的特征 当然木星的表现 会比较接近遥远天体 金星就比较复杂一点 它毕竟离我们比较近 那这些就是会绕太阳运行的行星 那我们暂时忽略这些变化 但我们可以了解 一天后 它们应该会有一个一度左右的变动 那月亮就不一样了 因为月亮本身会绕地球做公转 而月亮绕我们公转 要用简单的讲 就是一个月大概会转一圈 绕我们地球公转一圈 所以一天 如果我们不做精确的计算 一天 当时三十天左右 一天大概会移动十二度 注意哦 它会每天晚五十分钟 出现在同一个位置 每天大概晚五十分钟 因为它每天会 绕我们转十二度 所以对我们来说 一天后月亮不会在这个位置了 而会晚五十分钟到这里 那因为这个是面对西方 所以它应该会高一点 应该会高一点 就是离现在的位置高一点 明天同时刻 如果今天在这里的话 明天会更高 那高大概是十来度左右 而这个题目告诉我们 月亮在这张照片当中 阳角十七 金星十九 木星二十 也说这个大概只有差一度 而这个大概 就是差三度到四度 但是明天月亮会更高很多 好 即使我们不做精确的计算 你要知道 这些天体的位置 相对位置 在一天之后的同时刻看 应该不可能完全不变 所以这种相对位置都不变的 就可以先消除掉 都不变的可以先消除掉 然后月亮落下时间 相同这个也都可以先消除掉 然后如果我们用消区法 还可以找这个 月亮落于低平线的时间 因为每天都越来越晚 所以不可能变早 这个也消除掉 那我们就知道答案应该是最后一个选项 然后根据我们刚刚的推论 月亮应该会比 过了一天会 比前一天晚到 同样的位置 所以应该会更高一些 所以它阳角应该大于金星跟木星 这个是合理的 好 这一题比较难度 需要用到观念相当的多 几乎所有天文学比较难的 周日周年运动都运用上了 那还有有关于月亮盈亏 与日期的概念 也在这个考题当中呈现 所以这大概是逆年来答对率 相对偏低的一个题组 这两个考题 好 我们就介绍在这边